结合书法与绘画 王品慧老师运用独特的水墨写生画剂 让每一幅画作都有满满的生命力 我的山水一般我自己称为风水画 我就是把阴跟意跟形放在里面 如果以这个秋景是秋收 然后我画的会有水是左右逢源 那这有很多 有时候这张是纯秋秋收 那有时候画松会松博长青代表健康长寿 那把我们平常日常好的词句 会放在我们的山水里面 所以我叫做风水画 一般放在家里一定要有能量跟加分 就像我们过年平日 人家送你的书法上面写的词句很美 看了也喜悦嘛 对 就是那个道理 画也是要一样 这一次受邀到佛光山极乐寺诊出 带来了56幅作品 开幕茶会现场贵宾云集 对于王老师的画作给予极高的肯定 住持妙章法师 欢迎大家来看画 品味这运用不同技法与格局于画中的创作 王品惠老师他很擅长这个水墨 那么尤其他在这个牡丹画也是非常的一个专业 他画了牡丹画画了四五十年 所以功力相当的深厚 那么在山水上他的一个一笔一画非常的细腻 那很自然非常的一个这个优美 那欢迎所有的与会大众能够前来我们中门馆来欣赏 那么带动了我们基隆市民 带到一个人文文化艺术 那么透过这个平台 那么让更多人能够看到更优质的一个展 在这个我们这么好的场地 佛光山的极乐寺里面欣赏王品惠老师的这个水墨画 可以让我们的心情沉淀下来 让我们的心灵可以静一静 佛光山四大宗旨之一 就是以文化弘扬佛法 将佛教与艺术结合 让人看见佛教之美 这一道风华会翠水墨画展 节日起展至2月28号为止 欢迎大家到极乐寺周门馆欣赏 感受水墨画的魅力 记者蔡小军采访报道